日本空手道冠军来划挑战 还嚣张点名要打死神方便 结果被一拳打出围绳外 差点掉下擂台 方便作为我国自由搏击的领军人物 面对日本选手时从来不会心思手软 下手都是招招致命 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方便KO日本选手的两场比赛 第一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名叫莫拉布 是日本中量级FC亚军 莱华也是猖狂至极 带着四名和服妹子高调出场 还嚣张放花一回合解决方便 面对日本选手如此狂妄挑衅 方便则是带着死神面具降临 势必要将这家伙暴揍一顿 比赛开始后 方便就率先压制上前使出腿发攻击 日本选手背下的慌忙后撤 方便则是乘胜追击 又是一记转身后登攻击 过了几秒后 方便抓住机会直接打出后手重拳命中脑袋 日本选手瞬间被打出围神外 脑子已经被打坏了 裁判也是果断叫停的比赛 就这样方便干净利落的KO日本武士 取得了对战小日本的首杀 第二个前来挑战的日本人叫龚腾勇术 这家伙也是非常得瑟的鬼子 赛前丝毫不把方便放在眼里 方便则是丝毫没有理会 势必要让他见识一下中国功夫 此时的日本选手被打轻 同时也为中国功夫捍卫的荣誉 方便好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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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